我决心洗冷 我决心主振依序的朝朝 我决心基督来临 扎干一切眼泪 我决心洗我 我决心主是永恒的生命 我请基督降临带来 光归心一切 祝我我心里真相信 我是田伯宁 我还没有参加过团契 我讲话的时间说不定超过五分钟 所以弹琴一定是先给我 我的见证可能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的心路旅程 到底寻求基督是怎么回事 第二部分是我个人的经验 那我是矽谷工程师 矽谷工程师出身 所以一直都知道 这有一位神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 这个神到底是谁 那么其中有一个最顽固的观念 就是说我寻规道具 我自以为也是义人 那我为什么还需要基督救主呢 所以这样的想法我想 不是我一个人有 可能有蛮多的人有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 在这段上组织学 我的经验大概是这样子 我本来的想法是说 你信就得救 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太容易了 天下哪里有百次的午餐 所以这段时间就觉得不太对 那上组织学后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realization 就是几句话 一个是要做神喜悦的人 第二呢 所谓因信称义 那还有一些要结好果的出来 所以我自己就推演出来下面的想法 所谓因信称义 不是神所说的意义 不是律法所说的意 所以我日常生活中就慢慢 比如说我没有做一件事情 就想说是不是合心意 合神的心意 那我就发现说一直下来说 我很多小地方 日常生活小地方 我就不会做了 比如说开车开到路上 人家超车超了前面 以前我就会很火大 有时候会去回报一下开的硬 现在我绝对不会 因为我要做的时候 我想这个大概不是神愿我做了 所以不知不觉中 很多事情就改变了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还有就是说结出好果子 我想说是 我慢慢这样子猴出门 比较像基督的话 我的朋友可能会看到我的改变 看到我的改变可能就是 觉得你做得不错 那我就说这是因为 我信了基督以后的结果 那我想这样的改变 希望在我以后人生中 会越来越显明 也因为这个我想 我会跟大家说 我的朋友说 这个改变不是我的努力 应该是荣爱为神 这个是我心路旅程的方面 那从我个人的经验 有没有两分钟 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太太2月23号车祸去世 突然去世 这个对我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在这段很困难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朋友 亲戚来支持我 那我在他过去的两三个月 我在一直在找人 来教我怎么样 过这个griefing的process 因为从来 在我的朋友中当然没有 很少人有这样的经验可以share 结果大概是神的感召 我就经过一个朋友介绍 我认识的一个叫做 David Wu的牧师 他也是牧师 他来就告诉我 听我的griefing 告诉我心里是怎么样的问题 有怎么样的悲伤什么东西 他就一听了以后给我一些 很实际的你要做这样做的样 不过最主要他就说你去看看 读读圣经 我说圣经我读过很多次 他说再读一次 那我说读哪一个 他说读马太福音 我就开始读了 那读完马太福音 他又跟我建议一次 他说读什么 他说去读马可 那读完以后 这几个月我读读 然后7月1号我就很清楚 软长老就找我去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 软长老是软熊 他是我大学同学 所以他就跟我 也听我一些griefing的东西 他就说你要你愿别 他帮我祷告以后就说 愿命绝读信主 我当时就说是好 绝读信主以后 我想对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所有的未来 不是在我的手中 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就把一切交在神的手中 一家的日子 对我来说是好过很多 那这一切走路过来 那我很多朋友就说 你做得不错 因为我还有一个岳母 岳母98岁 是我太太人 一直跟我们住 所以她也是很平安的 两个里边走了 那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决志信主以后 我祷告一件事情 我说我希望我的岳母在她 走之前能够 就决志信主 也享受平安 很奇妙 大概一个多月以后 软长老他们去看访他们的时候 我岳母就决志信主 那最后结果是她很平安的走了 也是我相信她是有这个基督的这个恩惠 那我最后讲的说是 我走过段路有很多很多亲人跟朋友 支持我走到这边 很多人就说你做得不错 我觉得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安排 那实际上是要把这个荣耀归于神 谢谢 我叫马丁 我来到基督五家大概有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 我几乎就没有去过团契 但我一直认为我属于赵辉的那个神州团契 因为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带宝宝 所以一直没有觉得周六和周日都可以来这里 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做受洗见证 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 赵辉 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 我听到赵辉和其他的另外一位妈妈解释教会的事情 我才知道赵辉和全家人都来基督五家 就在那个时刻 就好像神在跟我说话 我一直以来都非常感恩神赐给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宝宝 就在现在他还在跟我挥手 我觉得我应该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 其实在08、09年我在纽约读书的时候 我就每周去长岛的教会 可是后来因为结婚 带宝宝 读博 我来了加州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机会 或者是 因为各种各种 所谓的原因和借口 都没有来过教会 大概两年前 我知道 我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就我自己而言 我不知道怎么回到神的面前 可是神赐给了我宝宝 无论我自己要怎么面对神 我都应该把宝宝 带回到神的家里 离婚 离婚给整个家庭带来的痛苦 是我无法想象和预料的 有的时候我会失去耐心 我会说宝宝 宝宝会哭 会伤心 我会担心 宝宝会生妈妈的气吗 宝宝会怀疑妈妈对她的爱吗 站在这里我想告诉我 美丽 善良 可爱的宝贝 妈妈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 每一次呼吸 每一次心跳 都在爱着你 即使妈妈让你生妈妈的气了 妈妈也在爱着你 妈妈也想让你知道 神一直都在爱着你 就这样 我和宝宝跟着赵辉 回到了神的家里 现在赵辉的小女儿Michelle 和我们家艾玛 已经是两年的同班同学了 他们俩周一到周五 在学校里一起玩 周末在教会一起玩 而且赵辉也总是关心和帮助我和宝宝 一年多之前 我上完官牧师和平凡的课的时候 在官牧师的办公室里 我给他讲了我的故事 我问他 我做了一件神不喜欢的事情 我要怎么受洗 我怎么可以要求神来接受我 我心里其实很矛盾 一直都很矛盾 直到三周前 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在学校里选了一门课程 是关于宗教和科学的冲突 万物起源等等课题 捷克的时候 他的结论是 他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他选择相信神 于是我就告诉他 我每周都会带宝宝来教会 他告诉我 It's good You commit to this You go and investigate and prove your faith and believe 中文大概是说 这很好 你坚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去验证你的信仰 我的这个朋友他并没有受洗 但他的这句话 点醒了我 好像神用他点醒了我 我每次听牧师讲 并不是在验证 并不是在investigate 我是在聆听神要告诉我什么 于是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You know I think I'm spiritual I believe based on no study based on no study like yours maybe based on the grateful heart I was born with I think God is telling me something through you something like even though I always think I didn't study God's words enough I wasn't good enough I wasn't good enough according to the perfect standard of the Bible and I disagree with our holy father sometimes even those even those I should have taken a class like you did but nothing is gonna change my belief in him nothing is gonna change my belief in him nothing is gonna change how grateful for I am and forever will be for everything he has given me 我告诉他 我相信 并不是像他一样 基于深入的研究 可能是基于我天生 就被赐予了一颗感恩的心 雖然我总是想 我还没有好好读懂神的每一句话 我做的和神 和神的标准还相差得太远 我甚至有的时候不同意神的话 但是 即使这样 即使我像他一样选一门课 也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改变我对神的信心 也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改变我对神赐给我的一切的 永恒的感恩 今天我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的心理路程 感谢主 感谢各位弟兄姊妹 也感谢赵长老 赵师母 父祥神州团区 周牧师 官牧师 官师母 袁长老 袁师母 然后王长老 王师母 这里感谢我的家人 和我太太Stacy 这个过程呢 是很很漫长 也是充满了这个 很多痛苦 和很多的未知 但在家庭和教会的引领下 在主的感召下 终于走到这一天 我重生的这一天 正如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首歌所唱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 她的恩典如成心 终于让我走出了漫漫的长夜 走向了光明 我是八九年 来到美国和太太一起休学 然后历经艰辛 也有两个可爱的孩子 中间也失去我的父母 更经历了我孩子 多年病痛的这种 打击 正是我孩子的生病 跟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 让我真正的认识了神 看到了神 看到了神的存在 因为我以前 是学工程的 研究方向的是 搞环境维生物 学各种 这种维生物学的各种进化 我从来没想到 我有一天 我能够信神 我从来没想到神 能走入我心里面 但是我孩子 经历的病痛 是常人都没有经历过的 生病了七八年 但是我太太也信神很多年 也是祈祷 但从来没看到任何奇迹 就是 觉得幸福已乐 但是我孩子呢 他 这个孩子是个天才 就是说 读的书很多 从二年级就读了很多书 从来没相信 从来都不相信他会写主 就是 就是让我太太呢 一直在 从来没有放弃他 就是 那时候小孩 每天四五点钟才睡觉 然后 有的时候六点钟才睡觉 睡不着 然后七点钟还得上去上学 所以身体很差 本来身体就不行了 然后我太太每天 读神经每天祈祷 然后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呼伦觉 那时候 因为我小孩厉害的时候 他会大喊大叫晚上 但是呢 他还是去 他新年还是那么坚定 在我孩子很不情愿的时候 他还拉到他手 还是让他 跟他一起祷告 就是我从来没想到 我孩子在那么严重的病痛里面 高中差点没有读下去 就是 课堂走不进去 总是 最后进教室 最后一个出教室 因为他走不进去 也出不来 但是 没想到的是 我孩子在我前面心得住 也受了洗 然后 现在 应该说是神 在他身上发动了奇迹 也 也 好了 现在很开心 在他很好的一个大学里面读书 而且这个学期 他第一个学期 就是四门课 全A 而且 我太太也是在工作上经历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变化 而且每一次都是给她准备了最好的工作 所以一次次的这种见证的奇迹 见证的感动 然后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活的 为什么 从来没想到是为什么 然后 这个 见证了这些奇迹以后 然后我就逐渐逐渐来 就 就相信神 然后我看 现在看 看外面的一切 我觉得世界这么美丽 这么多样化 我觉得没有神是不可能的 这个世界这么 这么的完美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可以 得到解释 一切都可以 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呢 耶和华他是喜欢敬畏和敬畏他 盼望他慈爱的人 而在我太太和小儿身上的清清楚楚的我看到的一切 神的荣耀在他说的创造上都反映了出来 那么 我一向呢 过去呢是 就是不愿意低下自己 我太太说不愿意低下我的头 没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自己很无知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过得昏昏 我不知道再无 究竟是我 为了什么活 那么是神创造了我 我就要为他活 而且说现在呢 就是虽然这些年 工作上遇到了很多挫折 但我觉得自从信了神 工作上也就是 但是 顺利很多 我以前都是不愿意来教会 到教会 坐在这里我也坐不住 然后 但现在呢 愿意来教会 坐在这里 我很安静 我觉得教会是一个 最能让我安心的地方 比任何一个地方最安心 然后昨天晚上三主姐妹 的音乐会更是让我受到很大的震撼 然后听到她 应该是神通过她的美丽动静的话 让我知道神 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 然后我也觉得昨天晚上的 这个经历也是 这也是 对今天我收起最好的安排 然后 特别我们的教会 我跟我太太一直说 我说我教会最好 她说你没有比较 你怎么知道 有国内的教会 我也去过 但虽然美国的教会 我们其他地方 我没去过 但我不需要比较 我们教会 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教会 最好的弟兄姊妹 我们这个 我们遗嘱的 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这么好的牧师长老 所以我说我们都是蒙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一切 都是神的最好的安排 不管经历过多少的痛苦 和磨难 多少的快乐和进步 都是他的安排 而我是个罪人 在新的过程当中 一直内心很挣扎 很挣扎 就是觉得自己这个罪孽深重 担心得得不到他的宽恕 所以一次一次的 听这个牧师的讲道 然后我心里面 逐渐逐渐解开这个疙瘩 然后我泰了这么多年 一直在感化我 但是他从来没有迫使过我 但神通过他 让我一步步地感受到了神 而神在我们身上 实在的奇迹 是我转到了他的存在 是神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奇迹 是他感化了我 让我彻底认识了主 相信了神 这是我蒙福的开始 所以今天呢 是我重生的日子 让我神的保险 洗发我的罪 洗发我的吃辱 让国际的伤痛 不再折磨我 折磨我们的家庭 让我每天荣耀神 赞美神 服侍神 让主赐予我们平安快乐 谢谢大家 我叫张兴华 我是 我没有参加任何团契 那我今天 大概我讲的没有大家讲得那么好 我也很激动这几天来 其实可能 也许我的经历和大家都有很大的区别 我是一个 归于佛教已经二十多年的一个佛教徒 那2012年的时候我先生过世了 在13的时候有幸碰到了一个五家的一个基督徒 他对我非常关心 那时候也跟我讲 希望我去教会什么 但是我根本都没有听见 我也明确地告诉他 我是个佛教 我是信佛教的 我不会到其他的地方去 但是这三年来 他一直都是 虽然我们都住了一个公寓 我们没有常常见面 可是他呢 他就经常在电话里头问候 直到去年16年的时候 他就说 有一个聚会 在帕拉奥头 就是一个很好的家庭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 那就是 何老师家 就是 标准人生四十天 那我讲好吧 反正没事晚上跟他去看看 那么这四十天下来 这四十天我什么话也没说 只是听他们 听牧师那个录像看 然后其他的听他们讲 我什么表现都没有 然后接触以后 我还是我行 我是军美 奔波伊 奥克兰 沙加缅多 还有 究竟三的三个火台 就是奔波他们 那就等于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房间下来 就糊涂的心 其实我不排除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在我的观念中 万交规意中 都是劝人没上 所以 但是我没有真正认 我想我 没有排除 但是我也不后悔 就是 就这样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就是去 16年的11月份 我回中国去 回中国回来以后 就接到了我分到三分之一的房子 老人公寓 那在这个时候 我就感到很无助 我搬家 我想我怎么办 那在这个时间 同时我也 都是到那个 我也感谢那个Lisa 她都把我带到何老师家 每次去 都是 然后在 在 搬家的时候 她马上就在那个 那个 标准人生 那个上面一讲 就有一个星期六 就下着雨 他们大家就全部把我 把家 搬好 然后帮我安灯好 这个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么我就讲 哎呀 他们都是基督徒 这么来帮我 我不能万能复义吧 那我就开始来 就跟了他们去 有时候就三天打鱼 两天三晚就来到这个教会 那来的时候 但是让我的感觉是很奇妙 为什么一来 听大家唱诗歌 而且一进门 大家那么很友好 友善 都是 不管认识的 不认识的都打招呼 这个让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就听到牧师的讲道 我非常喜欢听牧师讲道 到了这里以后 所以就有点出动 就想这是跟佛教完全不同的 因为佛教 到了佛堂以后 就是拜念经 常常一到的那里 就往往就会想到 死去的亲人 还有很多不愿 就根本都开心不起来 可是到了教会 就没有这个感觉 就很喜乐 就很 就慢慢的 我就有一点想到教会来了 那 后来何老师 特别是 何老师他们呢 就建议我了 他你是不是去参加那个 木道班去学习一下 我说好啊 我试试看 就去了 进到那里以后 我就真的是觉得好像那个 我从前拜的都是偶像 那都是泥土座的偶像 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说 泥菩萨过河 这是难保嘛 我想 他们都保不 他自己都保不了 怎么会保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开始 就保我 因为我长期以来 都是靠了个佛经 晚上睡觉的 不停的放 特别是我先生过世以后 就感到很害怕很孤独 就一直都是放的 但是那时候我就毫不犹豫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扔掉了 扔掉了 其实还是有点害怕 毕竟我是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性别性的人 那我也在寻求找一个教会 也想去 因为佛教太压抑了 让我好像离开以后 心里也得不到安宁 总是害怕 所以我就长期以来 就特别的依赖人 就是佛教的朋友 就是这样 他们只要回台湾去 我就会难受 不管在什么场合 我只要一听到 我马上就会痛哭起来 所以这样就维持了很多年 那我就在这个中间 就有一个 反正也是一个传道士 就把我带来 他们那个教会 有时在那个什么 库伯廷 我就去了 去了开始 我也以为是基督教中 反正我都论不清楚 去了以后 一到到那里 已经听听 后来我才知道 是俄门教 那我就 我就感到 我就听到他们那个教会 我就跟他们讲 他们给我的东西 我就 后来我离开的时候 我讲对不起 我讲我 我做不到 你们这个教我做不到 然后我就把书什么都推给他们 再也没去过了 那反正还是基督去拜菩萨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是上了木道班以后 那我就开始就向晚到教会了 就每到还是星期三 我就开始就找他们 什么 有谁可以带我去教会 因为我要上第一堂课 主日学 然后第二堂我要上主日学 然后第二堂 要两堂 就很早 星期三就开始就在打听了 但是他们都从 从来没有拒绝我 都是把 都把我安排得好好的 那后来 我就决定受洗了 决定受洗的过程中 心里也是很纠结 其实我是个很纠结的人 那我就一直在又害怕 又那个 我就有一次新生 就是新朋友 那个的时候 我为了怕自己动摇 我就在那个介绍自己的时候 我还特意把说 我说 10月24号我要受洗 我的意思就好像 我不想让自己动摇 我就让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 我还是没做到 到临到这个月的月初的时候 我心里就开始又纠结了 就害怕 我讲 我的朋友圈子 全部都是佛教的 就是我一个人走出 基督教 我就会要跟他们在一起的 我的想象就好像觉得 中国大概大部分 都是从中国来的 这么入党 比起要具备了一些条件 才能入党 所以我就想到 是不是这样我做不好 我做不到 我就一直在纠结 就一直 这一个月来可能是 心里非常难过 非常那个 就是甚至晚上 根本都没办法睡觉 然后就 这种 我就要问他们 受洗的人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就找了个学妹 我们那个 她说 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就想那就是我的问题 那我就怎么办 我就想 结果她就 她就在那个 四十天那个人 因为我的接触命很少 又不是认得很多人 只是没有和何老师他们 我想我不能常常 就拿了这个同样的问题 老是纠结的跟他们在讲 自己也不好意思 人家都有事 所以我就自己在这边 一直都在纠结的 就这样 我到底要不要受洗 这次要不要受洗 我可能我还是没有准备好 是不是等下一批吧 我甚至还想到回中国算了 回中国或者和台湾 弟弟也让我回去 我就讲我趁那个时候 就明正言心的就走来 也不要讲什么 但是我一想 还是不行 我想那我对不起 这些所有关心我的 这些牧长啊 朋友啊 因为他们都非常非常关心我 左牧师啊 关师母啊 所有的这些人都是 对我非常的关心 张牧师他们都在那个 我都是说 并不是你做得很好 你是个好人才可以 耶稣才接受你 他说你 他是 就反正你讲 但是 这两次我去 虽然上那个耶穆斯 耶学弟兄的课 我都跟他讲明的 我讲你的功课 我根本都没办法做 我讲我都不知道 从哪里查经 我也不知道 我该去看哪里 才能帮到我 他就没关系 以后慢慢看就好了 就是这样纠结 以后 特别是到三个礼拜 大家都一直为我祷告 都在帮我 我自己也 这几天也非常激动 也哭了几次 然后在电话里头 也是跟那些朋友 讲我的真事 但是我从来 我虽然这些纠结 但是我没有跟我那些 所有的佛教朋友提半个字 我不想让他们影响我 我也想维护基督徒 就是我 就是说 我这些想法 只能得到基督徒的帮助 如果跟他们讲 他们肯定会跟我说 出主意啊 你不要信啊 就这肯定 所以我不想让他们干扰我 所以 这几天 后来我通过他们那个 我就坚决地还是决定受洗 所以 也许说我 我这一年来的是 对这个 但是我现在也明白了 像他们那天 那是帮我搬家 像丽莎他们 搬家以后 我不是生病 要签各种文件什么的 都生病了 但是她 清早就把那个州 保了送我家 他们 每当我有什么困难的时候 丽莎都是开车送我去干什么 反正在 还有周围这些朋友 一直都在帮我 我想了他们这些人就是 他们这么做 是 但是也有 不好的 就是也有人 他讲 这是刚开始了 就是为了让你 加入基督徒 以后就没这么好的 我就 以后就会 那时候我没有信他们 我想他们 因为我跟他们接触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一年多了 都是这样子来 无私地这么帮助我 我就想了他这是 耶稣给他们的爱 耶稣给他们的爱 他们把他们的 耶稣的爱就传给我 让我 收到耶稣的爱 更加相信耶稣 嗯 我讲的不好 谢谢大家 我是庄亚萍 其实我不太能够在大家面前讲话 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经验 那一次是我还没有认识上帝以前 那一次是我认识上帝以后 那第一次是七年前 呃 在i880上 往欧克兰方向 呃 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开车要下 呃 迪森任 然后车子也已经 已经 已经快要接近 你知道迪森任 呃 要转弯的那个时候 呃 就是已经出了 那要转下去迪森任 那我只有 其实呢 那时候速度不是很快 那 呃 突然一辆白车从我旁边 他也是要下迪森任 他开过之后 我的车子突然就 就是失去控制 然后呃 呃 是整个呃 倒车子 往后冲回 呃 i880上面 那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 想说怎么办 我应该会死掉 那我的孩子怎么办 因为他在美国 呃 就只有我一个亲人 呃 我就这个念头 那呃 呃 呃 之后车子是 到车冲回i880上面 就在上面 横冲直撞 我不晓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当时是呃 呃 夏天呃 下午超四点半左右 那时候应该车子很多 因为我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车子是很多的 所以 当车子冲回去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内 那辆车子 那辆车子我现在还在开 哈哈 他就在 他就在i880上面 就是一下子往前一下往后 就是在那边 呃 乱七八糟我不知道 可是当下我并没有觉得害怕 我真的没有觉得害怕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觉得害怕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 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车子 那我才往回看才发现 怎么车子在好 很多车子在好远好远好远的地方 那在那个范围 我横冲直撞了 乱窜的那个范围 就只有我一辆车子 我不晓得到底是过了多久 那车子停下来了 可是车子是不是直直的停下 它是横着停在那个i880上面 那之后我才发现 好像车子慢慢的 下一秒钟我发现车子都开过来了 然后就绕过我的车子 然后继续再往前看 那时候我才觉得说 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才觉得害怕 那我也下了车 我不太敢开车在那当下 后来有一对白人夫妇 他们停下车 然后问我说 需不需要帮忙 我说我需要帮忙 我需要有人帮我开车 然后下交流道 然后带我去我要上课的地方 那他们非常好心 就太太开他们的车 那先生开了我的车 然后载我到我的目的地 我毫发未伤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面 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因为如果那天我冲回去的时候 上面是像原本那么多车子的话 我想我因为我的关系 会造成很多家庭的破碎 可是那当下我从来没有 说真的我没有想到任何事情 那时候我不认识上帝 我只有想说 我的祖先是有保佑我 然后这事情经过了很多年 虽然一直在我的心里 可是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是因为这是上帝救了我 一直到我开始认识上帝 是因为我的老板 她带领我 还有我学校的苏坚老师 她带领我来认识上帝 可是在一开始 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一开始我觉得我自己读圣经 那我学习祷告应该就可以了 一直到我觉得慢慢觉得好像不太够的时候 我决定要来教会 可是又在来教会之前又发生一件事情 也是上帝救了我 这是我认识她之后她救了我的命 就在应该是在九月 今年九月初的时候 就是突然我经历了 那突然之间我就开始全身 从头到脚全身麻痹然后僵硬 当时我身边没有任何人 我的孩子在东岸年书 那我的朋友 我朋友不多 我的朋友他们也不在 其实那时候我的手也僵硬了 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那在我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就是我们五家的苏坚老师 她发简讯给我 那我就决定说我需要向她求救 不然我可能会死掉 后来苏坚老师她赶过来 那帮我按摩 帮我做了一些处理之后 一直到我都稳定下来 也慢慢好转之后 她才离开 所以这让我真的经历到主的同在 不管是七年前 我还不认识她的时候 或是说今天我认识她 那她让我觉得说 她无时无刻不在保守着我跟我的孩子 让我们在没有亲人的情况下 在美国好好的平安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来教会 其实我来五家是三个月前的事情 那来了之后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说哪时候要受洗 我就觉得说应该是要受洗 好好的成为神果的女儿 从现在以后我自己的期许就是说 对了我没有参加任何团契 可是我参加追随耶稣小组 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都对我很好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我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那以后要时时刻刻不要忘记 认罪悔改 好好的体贴圣灵 好好的阅读上帝的话 好好的活出基督的精神 这是我对自己以后的期许 谢谢你们 大家好我叫刘文金 我是来自台湾 目前没有参加团契 我还在选择中 我是19年前从台湾来的 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就一直认为世界上有一个老天爷 有一位神在主宰着我们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在哪里 那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曾经到过教会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什么事情 只知道看到一些不好的人跟事情以后 我就非常排斥教会 从此以后再也不愿意靠近 而且每次有人跟我讲到 我都会说有什么好 我看到的都是不好 然后之后我就跟着我们家里 我们家人是比较倾向佛教 虽然我们没有去怎么样拜神什么的 但是都是听信佛经里面的一些教导 其实我的心里面一直都排斥基督 可是我感受到基督在我身上的做工 一步一步的带领我 我的抗拒我一直在抗拒 可是他一直在引领我 那我来到美国之后呢 第一位跟我传福音的就是我的朋友Irene 她今天也在现场 她每次打电话给我传福音 她可以讲一个钟头 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我的事情 然后有时候还甚至打个瞌睡 我真的没有在听 她也有过讲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打断她跟她说不要再讲了 我不可能会信的 对我没有用的很多次 然后我就一直感受到 耶稣基督的带领 然后我看了一些节目 就包括真情部落格跟电视上的一些讲 这个牧师的讲道 然后我开始来武家 我心里还是抗拒还是排斥 我还是有很多疑问 可是我每次来 我会感受到圣灵充满 我会真的是泪水在眼眶里打中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上帝在带领我 他要我来 所以我一直相信 神可能要使用我 因为我在这里碰到的 我是中文老师 我跟我的这边的中文老师说 我想来武家 教中文甚至来代课 可是他问我说 你受洗了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不能来 所以我今天受洗 也是很希望能够真正的 成为就是基督徒 能够在武家侍奉 我有很多才能才艺 对不起啊 没有啦 就是开玩笑的 如果教会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很愿意贡献 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会做菜 我也会 我也有去其他教会 帮忙过 教他们做菜 就是我今后 信主之后 我希望的方向 除了学习 之外 能够为教会奉献 为世人奉献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王帅 我是盘石团器的 然后来我们教会 有差不多半年时间了吧 然后非常开心和感动 今天可以在这里 接受洗礼 跟大家一起见证 然后我想就谈一谈 我这半年的进步吧 我觉得我这半年 我对我的进步还挺开心的 就是 我从最开始 我就是不信神 然后无神论者 然后 自从我姐王羽 把我带到教会来之后呢 我就开始慢慢的 不那么排斥 开始接受 然后跟大家 我在一组 跟大家一起查经 然后每次查经 讨论 读经的时候 我觉得我每次都会 都会有一些进步 就开始慢慢的认识神 然后感受到神的存在 然后到现在 今天的话 我就可以非常坚定的说 我相信神 信神 然后愿意借靠他 然后我身边呢 然后之前就是还有一些身边的朋友 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无神论的 然后 每次就是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都会很犹豫不决的 然后也很胆怯 然后不敢说我信神 但是现在呢 我就觉得我会很有勇气的跟他们说 我信神 我信主 而且我感受到他的爱 而且我也知道我自己是有罪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大的进步 然后我发现我就是最近也有在读经 自己也有一个人在读经 然后发现我读的越多的时候 就是认识神越多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的心灵就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然后我就选择会把神呢 作为我的心灵的导师 每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会去问一下 那神 这个时候神会怎么做 然后给我一些指导 然后还有一个我的进步 就是我之前就从来没有祷告的习惯 看到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还觉得还有点害羞 然后但现在呢 我就开始一直培养自己一个祷告的习惯 凡事呢要向神去祷告 去聆听多听听他的声音 让神一起可以带领我 然后我还有觉得 我现在信神之后呢 我就想像我们教会里面 我们团体里面的兄弟姐妹一样 用自己的一个行动 一个言行方式去感染更多的别人 更多的人 让别人呢去感受到神的爱 感受到神的存在 尤其是我的家人吧 爸爸妈妈不信 然后 爸爸 是 很多年的老党员 然后 对 然后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也很年轻的时候 就入党了 所以说 有一个转变 我觉得 是我感谢神 就是 是一直神的带领 然后 希望神也可以带领我们全家 一起来住在神的一个家里 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江静 我是盘氏团系的 然后 很开心今天能够在这里受洗 感谢主 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自己会这么快就接受了 因为 我接受这个已经 我知道这个已经很多 已经六七年了 然后 以前都没有 去认真的对待 直到最近两年 因为我 一些原因 我自己感觉到压力比较大 我开始变得十分焦虑 然后 也会 经常会做一些噩梦 脾气变得很暴躁 容易对 亲近的人发火 这 让我觉得很痛苦 然后我也开始觉得 工作 没有意义 就很迷茫 也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 生活没有盼望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在想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们 这样痛苦的活着 有什么 生活没什么意思 然后自己 我自己也 觉得也自己挺努力的 学习工作 但是 为什么还是 过得这么不好 就借用别人的话说 读了这么多书 听了那么多道理 依然过跑这一生 然后感谢主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一位朋友带我来 来武家 然后从那以后 我就开始 常来 当然就要感谢 我们班师团契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关心和帮助 然后 就每次我来教会的时候 慢慢的我就发现 诶我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然后每次查经 我也就 获益良多 然后我就 你圣经读多了之后 你就真的会 认为他 真的是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真理 然后 神他也给了我答案 解决了我之前的那些 问题 让我明白许多 其实一直以来 我自己的生活目标 都是想赚更多的钱 然后 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以自己为中心 但是圣经上说 贪爱钱财的 金银不能使他满足 财富的增加 都只是过眼烟云 信主之后 我现在 没有再那么 急功近利 金钱也 不是我的首要目标 然后我现在也 焦虑烦躁 也少了太多太多了 内心有 内心有平静 然后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圣经 学习圣经呢 我也明白这个世界上 各种纷争 比如说国家国家的战争 人小到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纷争 个人的忧郁痛苦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罪 贪婪嫉妒 骄傲 愤怒 自私等等 然后我现在也明白 我生命意义 不是为了我自己 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益处 而是 要去荣耀神 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传播福音 让更多的人 知道神的爱和救恩 我原本 一无所有 神创造了我 我犯罪无数 可是神依然爱我 祂牺牲自己的儿子 为我救恩 为我赎罪 赐给我生命 赐给我平安喜乐 也赐给朋友 然后 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我现在 觉得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我如何能配得 我没有理由不去接受他 不去听他的话 不去学习他的话 诗篇23章1节说 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我现在愿意交托我的生命 交托给主 当我 有一位这样 全能 而且充满爱的天赋的时候 我还缺什么呢 其实现在 虽然这样说 但是我现在 偶尔还会有 低落啊 优越也有 但是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会读圣经 然后 圣灵又会充满我 感动我 然后那些 低落 抑郁苦毒 就会离我而去 其实我 有些后悔 因为 这 最近六七年来 其实一直都有很好的朋友 向我传播福音 可是我没有 放下自己的思 就 放下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思域 没有认真的对待 我今天能接受洗礼 真的要感谢主 让我得救 让我可以依靠他 信靠他 然后 可以听他的话 走他所指引的道路 也要感谢众多弟兄姊妹 他们的关心 真的 帮助 让我感到很温暖 感谢主 谢谢大家 大家圣灵快乐 感谢神 再次和大家 在这里分享 我的经历 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 我心里就有一位神 真的就是 叫上帝 然后 我就很 小时候很害怕他 然后就感觉 让神生气 后果很严重 然后 所以说 我就 不要做坏事 要安安为你做人 踏踏实实做事 任人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所以说 那时候就想 人生就像一本书 神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不要去要背 你要去要背 不要去做一些坏事 否则 后果很严重 后来工作来了美国 然后 让我真的是感受到 真正的感受到 神那一点有多强大 然后大概两个月之前 我的腿开始水肿 然后我去医院查 然后医生 我的家庭医生就老了 然后 赶快赶快 赶快去查 X-ray 赶快去查 查血查 后来一看 问题严重 心脏病 肾衰竭 血液 疑似有癌症的迹象 这一下子全来了 嗯 当然那时候很沮丧的 那时候真的是很沮丧 然后 嗯 感谢平凡同志 然后 那时候决志 然后去信了神 非常抱歉 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我叫聂正来自 呃 飞扬团契 啊 我们继续 然后 呃 那时候 我对我自己充满了信心 因为 在得病的时候 因为都感觉 哇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人生所有的坏事 都摊到我身上去了 OK 然后 所以说 那时候 就很 很担心啊 因为我们家还在很小 我刚组建家庭 所以说 那时候也是 很担心啊 那个晚上也睡不好 然后 经常会偷偷流眼泪的 然后 在工作的时候 也是 感觉 要想哭的时候 就 上厕所 关起来 哭一小时再出来 然后 后来 借助平凡 我认识了 更加认识了神 然后 是神 给了我新的希望 给了我新的转变 首先来说 先把我精神上 让我重生了 让我感觉 疾病算什么 这只是一场经历 这是一个good experience 看我什么都经历过了 看别人还没有吧 然后 那后来两个月之后 我的心脏病完全恢复了 因为那时候我心脏只有25%的效率 就接近就好像第二天嘛 好像就要心脏病发作的感觉一样 医生还 其实他也说没问题了 但是 我知道这个心脏的射血射了25%什么概念 然后 后来病治好了 医生 嗯 为什么 不知道 然后 然后 感谢神 上个星期 终于把root cost查到了 是 我是天生 血管 有 发育不良 导致肾脏 血管 有阻塞 然后 肾脏供血不足 其实之前就有 但是之前是因为血压不平稳 血压比较高 然后那个血管被撑大 然后身脏功能是perfect的 所以说这造成了所有的问题 感谢神 神的指引 让我可以 进那么快就查到root cost 然后再回想一下 大学 怎么来的美国 我想这都是神的安排 就像 神把每个人的 人生写成了一本书 我们都在 这本书里活着 我想这都是神的指引 要是想想我在国内 我可能早就 不知道去哪了 可能在地上 活在天上 所以说 感谢神 我很庆幸 在福音敲门的时候 我接受了它 感谢 感谢神 谢谢